这是两个神奇的方块 小绿一把拉起小红的手 结果一用力 居然变成了黄色 一旁的人都被吓坏了 因为这是个纯白的世界 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颜色 但总有勇敢的人想要尝试一下 于是就又多了两个黄色方块 结果下一秒 世界瞬间变成了金黄色 从此以后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快乐 更为了助人为乐 他们把自己分别变成了红黄绿 来指挥交通 结果堵了一万年的马路 终于通畅了 但可怕的是 顽皮的孩子也拥有了不同的颜色 他们捣蛋的能力 更是放大了数万倍 妹妹老师上课 五颜六色的想方块 都会组合成各种奇葩的巨兽 让老师头疼不已 但这也才是真正的快乐 他们也同样用自己的方式 去感染身边的人 这种快乐 也像巨浪一样 席卷了整个方块小世界的人 直到这天 小方块人生病了 变成了黑色 幸好被方块未始发现 他们用自己的爱来挽 他们用自己的爱挽